医师林静怡确定投入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不过身兼疫苗救济省疫小组委员的她 却被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爆出出席率不到两成 反而请假去上政论节目 引发了适任质疑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委员属于任其次 是由部长聘任 自己不便回答 卫福部长陈时中则简单回应 会再重新考虑是否续聘 周三提名记者会 医师林静怡才确定接受民进党征召 投入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事隔一天国民党立刻发动攻势 猛抓林静怡的小辫子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脸书上踢爆林静怡 身为疫苗救济审议小组委员之一 却是会议请假的冠军 在109年以来16次会议中 只出席过三次 出席率不到两成 黄子哲甚至抓包林静怡 今年请假八次中 有六次都在政论节目录影 指引他代乎职守 甚至算他是女版陈柏惟 接下来选战大会有很多 这一类的议题 当初我在那个委员会里面 我其实就是一个专家角色 去被咨询 可是国民党就把他讲成 我是要去里面护航 那所以我为了不要让委员会 因为我的关系造成困扰 所以后来如果没有特定 跟我有关的这个议题 我就请假不出席 那现在他又讲说我不出席 反驳自己是专家角色被咨询 不一定要出席会议 也没领出席费 但这个缺席率身为聘雇单位的 卫福部能接受吗 毕竟代表民进党出现 自家人选择简单带过 只是补选选战在即 蓝绿炮火猛攻对方 短时间内自然不会轻易喊停 这组报道